PST鐵人三項即鐵人兩項新北微風站 11、12號母親節假期在大台北都會公園 微風運河周邊登場 參賽者在火辣的艷陽 強烈紫外線的天氣下競賽 實在是高溫難耐 11號小鐵人賽事首先登場 緊接著12號是重頭戲 包含青少鐵人、鐵人兩項 半成鐵人、標準鐵人 以及113超級鐵人等 由於場地的遮蔽不多太陽直曬 參賽者直呼天氣實在太熱了 看天氣就感覺到比賽 最後跑步路段一定會非常熱 所以其實我有練習的時候就有準備 就是特別挑在中午的時候練習 讓我就是身體習慣這個溫度這樣 一直就是告訴自己說 不能就是有任何鬆懈這樣 因為其實後面差距其實蠻近 然後就是因為後面選手 然後讓我就是比賽 就是能夠發揮到就是蠻好的 六點起超鐵組率先下水出發 而後其他組別依序出發 獲得多次鐵人賽冠軍的好手陳明宗 在超鐵組以4小時48分59秒封網 實力堅強 完賽時間與第二名 差距超過30分鐘以上 就今天的整體來講 路線真的算是相當挑戰性 特別是自行車折返點路段 路段稍微小小一點 然後會車的時候都要稍微注意 然後至於跑步的時候 就是到折返第一次折返點 多跑一點點 可是因為那個 就搞不太清楚 TST鐵人賽嘉義不代賺 將於7月登場 接下來天氣勢必更加炎熱 鐵人們除了戰勝自己最大的敵人 不外乎就是高溫的天氣 孫乃TV 新北報導